各位鄉親大家好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三招 在社區流行的時候如何趨急避凶 那第一招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防疫基本功 請看下一張 那這一張就是說防疫基本上 它這個病毒是經過FAMO接觸跟環境來傳染 我們看所以我們需要少群聚戴口罩 防止這個FAMO跟接觸 但是接觸了以後 我們的手再去摸這個門把 你看這個右手邊這個圖 這個病毒就站在這個環境上 大概會有三天的時間 所以這個外國的研究呢 它一個病毒引進一個辦公室四小時以後 在門把、廁所的水龍頭、咖啡機、冰箱、把手、飲飲機 這幾個地方都發現病毒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病毒傳播的速度 經過這個環境傳播是很快的 下一張 這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全境擴散》 幾乎把今年的情境整個都預先演得出來 我們看這個女主角很漂亮 但是導演的運鏡呢 都運鏡在她手 在車上摸著伏把 拿著信用卡 觸控板 或者這個文件夾 代表環境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疾病的傳播 尤其像台灣每個人都戴起口罩的時候 在疾病傳播末期 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叫它環境媒介 下一張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介紹 在這種大前提下 我們要招式的就是我要安安全遠去上班 我的職場怎麼辦 我們在這邊介紹一個三明治洗手法 三明治洗手法是針對環境的傳播的概念 所以我到處碰到環境點我就要洗手 所以我不能用水 因為水龍頭有限 所以我是要到處設置酒精洗手點 你消毒以後再碰觸你的環境或者你的文件 最後再消毒 這樣三明治洗手法可以阻斷病毒上升 同時這個地方我們看右下角 有一個緩衝分區的概念 從污染區、緩衝區、清潔區 我們就用三明治洗手法 讓這個污染區的病毒 不要跑到清潔區裡面 下一張 所以我們在上下班 我們進出這個大樓的時候 碰到這個電梯 我們就曉得接觸前先消毒洗手 將來離開電梯的時候再洗個手 保平安 下一張 出入公共場所或者機構 那我們看這個恩祖公 行天公 在做得非常好的一個動線管制上 進大門主動用酒精噴消雙手 這個是第一次洗手 然後離開行天公的時候 再洗一次手 這就是三明治洗手法 那各位也可以看 我們民眾都非常配合 這樣的一個酒精洗手的機制 下一張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職場 最後當然到處都有這個風險 那我們最後堡壘的絕對清潔區 要設在什麼地方 就是你上班的地方 你的辦公桌 你的辦公室 或者你的櫃檯等等 你在這裡所有接觸到的公文文件 或者零錢或者紙筆 你在接觸的前後 都採用三明治洗手法 所以你的這個 你的辦公桌旁邊 就要擺一瓶酒精 那還有當然事後要做個環境清潔 各位 在部桃醫院群聚事件 今年1月的時候 我們的奧中部長 終於 終於首度呼籲 要隨身攜帶酒精洗手 乾洗手劑 這就是 也就是一個 三明治洗手法的一個典範 下一張 回家途中 我們上班 儘量在職場維持自己的安全 回家途中 你要回到自己的家庭 那我們都曉得 最近家庭情緒很多 所以我們要注意交通安全 什麼叫交通安全 就是你在搭乘你的這個 這個交通工具的時候 不要把病毒粘在身上 那我們看看 這個U-bike的把手 或者你坐著這個座椅 那當然現在也有出租的摩托車 那我們曉得 計程車Uber 都有這樣接觸的機會 或者你的手 或者你的衣物 都會粘到這樣的環境的物件 下一張 這是我們比較常用的大眾工具 可以是捷運 可以是公共汽車 我們先看左邊這一張 那車廂裡面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我們這位小姐呢 很輕鬆的坐在那邊滑手機 但是各位看看 她的坐的地方 她的背部 她的這個包包 都已經碰觸到環境了 你不曉得這個位置 上面是誰坐過的 所以都要當作可能的 已經曝露的這個風險區 那我們再看右手這一邊 大家現在當然都戴上口罩 而且非常流行的是戴上眼罩 把自己保護得好好的 但你看她的手 她的手抓著這個握把 其實她的手已經曝露出來了 所以她的手已經沾到病毒了 如果這是一個曝露的環境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下一張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是有一個 還是三面之洗手法 你進到捷運或者上公車之前 你要先決定 你的哪一隻手是清潔手 你的哪一隻手是污染手 你握住剛剛講的那個 握住這個握把的那隻手 就是污染區 那你這個剛剛 碰住環境的衣物也是污染區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有酒精 也就是隨身攜帶乾洗手劑 隨身攜帶酒精 所以你下了捷運 下了公車以後 你先用你的乾淨的手 拿出酒精 噴消你的污染的那隻手 那兩隻手都恢復清潔區以後 那你就可以安全回家 但你的衣物呢 衣物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剛剛講的衣物也會污染到 下一張 那這個就是我們捷運的一個demo 你看他的右手都是觸碰環境的 那這個是污染的手 做好以後他從 看右下角這張 他從他的左手拿出酒精 噴消他的右手 就把右手的污染區 再回復成清潔區 那這樣就可以 在交通進行的時候保證交通安全 下一張 好 回家 當然是最後的一個步驟 我們如何維持家中的清潔區 先看右邊這張示意圖 我們剛剛在職場 在交通進行當中 我們做得這麼認真 其實就是不要把污染區 帶進家裡面 但是你踏進家門口 你還要注意 家裡也要設置一個緩衝區 我們再看左邊這張 污染區保留在門口 進到家裡以後 這個緩衝區要幹嘛 第一個 酒精 各位看那邊有放一排 有酒精 先拿起來噴消你的雙手 或者像我們夏天 噴消我們暴露出來的手臂 那接下來有另外一瓶 是這個赤裕酸水 那就可以你剛剛有暴露的那些風險 像你的衣物 你的背包 你除下來 那這個赤裕酸水就在這樣除 那就可以 那你這樣的話 就可以恢復清潔區 踏入你的這個安全的家 請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基本上 整個是一個污染分區 不同風險的一個概念 所以進來後 用酒精噴消雙手 那在緩衝區 這個你除掉你的衣物背包 那這些都要除污 用酒精或者這個赤裕酸水都可以 最後時間可以治癒一切 Time can heal 那有一些不耐受酒精 或者赤裕酸水噴消的 比方說你很寶貝的衣物 或者這個包裹的傳遞 那你放到污染區 放了三天以上 也可以除污 所以有很多除污的方法 下一張 那最後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再整天上班的過程 最後 踏入清潔區 回到你的 home sweet home 輕鬆的跟家人 共度天倫的塑壓時光 那其實我過去一年半 就是過這樣的生活 謝謝各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